北京时间12月3日,CBA联赛地广东队在课场以112-109险胜青岛队,输球之后青岛主教练董小兵表情并不十分难看,显然他对自己的球员表现十分满意,比如说大腕员蓝配。 在夸赞蓝配之前我们先说一下广东大腕员尼克尔森的表现,正所谓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尼克尔森的表现是确确实实把蓝配轰拖出来了。 在比赛的第一节刚刚开始,尼克尔森就两次犯规两次失误,身为一个黑人大腕员被青岛球员留红脖顶的一屁股坐在地上。 反观蓝配,全场比赛他得到32分17篮板的大号两庄,在比赛之后广东的教练尤纳斯还特别夸了自己的欧洲老乡。 蓝配十分享受今天的比赛,他面对一件连投进好几个高难度的球,他打出了属于自己的比赛。 面对一件连,外援蓝配从比赛的一开始就非常投入。 在比赛的第二个回合,蓝配在篮下就是出了一记小抛头,结果阿联神冰天降般的把球盖飞。 虽说裁判之后把这球判为干扰球,但这也的的确却激发了蓝配的战力。 在第三节中段,蓝配抵脚接球面对阿联,他先是一个半转身,然后马上拉回来一个后转身后仰跳投命中之后不久在湖顶又连续命中两记三分球。 在进球之后他也竖起了三根手指,戳了戳自己的光头,十分霸气。 蓝配的三分表现不限于此,在第四节双方打成九十平时后蓝配再次湖顶接球,张手命中一记三分球,连解说员都惊呼着球好像配甲附体了。 自青岛队跟换万元以来他们的状态较之前来说简直是判若两人,先是大胜广州,今天又是与冠军球队广东战斗到最后一刻,万元蓝配的加入的的确确的改变了这个队伍,而国内球员强大的广东队却没有重视他们到万元不强的这个缺陷,或者说阿联的强势弥补了这个缺陷。 但对于一支总冠军球队来说每一个细节都十分重要,现在看来他们的大万元的确是短板。 假想一下,如果在窗口其广东像青岛一样抢得了蓝配组成了一件连和蓝配的内线组合,那样的话阿联也不至于场场都要打得那腰辛苦了。 汉堡